在古代,人体被视为一个微型的宇宙,其中的七大脉轮被认为是能量的中心,与宇宙的能量流动相互关联。 而在这七大脉轮系统中,海底轮被视为人体能量系统的起源和基础。 海底轮的位置非常特殊,位于人体的会音部位,介于生殖器官和钢门之间,象征着我们与地球之间最原始、最根本的连接。 这个连接,就如同一棵树与大地的紧密联系一样,为我们提供生存所需的安全感和信任感。 古代智者们将海底轮比喻为一棵古老的树的根系,深深扎根于大地之中,为人体提供了稳固的支持和养分。 就像一棵树的根系,通过吸收地下的水分和养分来支撑树木生长一样,海底轮承担着我们基本的生存需求, 如食物、水和空气,以及我们的生存感受和安全感。 海底轮的健康与我们的安全感和信任感息息相关。 当我们感到安全和信任时,海底轮就会保持健康,使我们感到平静和稳定。 然而,当恐惧和不安占据我们的心灵时,海底轮就会受到影响,失去平衡,导致我们感到不安和失去信任。 这种信任感和安全感不仅仅是指我们对外界的信任,也包括对自己和自己身体的信任。 当我们感到与地球连结时,我们可以更容易地接受生活中的挑战,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个稳固的基础,支持着我们。 这使得我们能够更加自信地探索自己的能力,并积极地追求我们的目标和梦想。 古人所谓一夜之秋,如同一棵树的根系稳固,生命就能在风霜中屹立不摇。 反之,若根基不稳,风吹草动皆可危机。 海底轮的不平衡便如同风吹草动,会导致人体各个层面的不安和困扰。 海底轮的健康与否,直接影响着我们与大地的连结。 恐惧是海底轮最大的敌人,它使我们与大地断开连接,使我们感到孤立和不安。 就如同古语所云,守株待兔,若心中充满恐惧,我们将无法与大地建立其稳固的关联。 就像是一棵守株待兔的树,无法从土地中吸取养分,自然也无法茁壮成长。 海底轮的不平衡被认为会对人体和心灵产生各种负面影响。 首先,海底轮的不平衡可能会导致生理上的问题,如消化不良,泌尿系统问题和性功能障碍。 这是因为海底轮与身体的生理功能密切相关,而其不平衡可能会影响这些功能的正常运作。 其次,海底轮的不平衡也可能导致心理上的问题。 例如,当海底轮过度活跃或过度封闭时,可能会导致焦虑、恐惧和情绪不稳定。 这是因为海底轮与我们的情感和情绪状态密切相关,而其不平衡可能会导致我们无法有效地处理情感和情绪。 此外,海底轮的不平衡也可能会对我们的行为和人际关系产生影响。 例如,海底轮过度开放可能会使人变得过于自私和贪婪,而海底轮过度封闭可能会使人变得过于害怕和不信任他人。 这可能会导致人际关系的破裂和社会问题的加剧。 海底轮更是Kandalini的家,Kandalini代表着人类最原始的生命力量,它能够穿越所有脉轮往上攀爬,带来意识上的转变和觉醒。 而海底轮的不健康将阻碍Kandalini能量的释放,使得我们的意识无法觉醒开化。 正如古人所言,心如止水,若海底轮处于不安和困扰之中,我们的意识便无法获得升华和觉醒。 海底轮的健康不仅关系到我们个体的生存,更牵动着整个人体脉轮系统的发展。 它如同建筑物的地基,若地基不稳,建筑物便难以抑立。 同理,若海底轮不健康,其他脉轮也将受到牵连,使得整个人体系统陷入困境。 正如一旦激起千层浪,海底轮的不平衡将引发一系列问题,从而影响我们的身体、精神和情绪健康,使我们无法以健康的姿态面对生活的挑战。 因此,古代智者们认为,保持海底轮的平衡对于我们的整体健康和幸福至关重要。 透过各种练习和技术,他们提倡平衡和激活海底轮,以促进身心灵的健康。 这些练习可能包括静心冥想,赤脚在大地上行走,呼吸练习,瑜伽和能量治疗等。 正如其能捕捉,通过不断的练习和修行,人们可以清除海底轮中的能量阻塞,恢复其正常运作,也能够帮助我们意识到自己与大地的连结。 加强海底轮的稳固性,使其成为我们生命中的稳定之根,让我们能够更加坚强地面对生活的种种挑战。 总的来说,海底轮在古代被视为人体能量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,代表了我们与地球之间的根本联系。 海底轮的不平衡可能会导致各种生理、心理和行为问题,因此,保持海底轮的平衡对于我们的整体健康和幸福至关重要。 透过各种练习和技术,我们可以平衡和激活海底轮,实现身心灵的平衡和和谐。 感谢观看!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